今天到台東縣 一方面是對黃縣長 姚議長跟委員指揮官 相關的國軍 還有警察 還有很多議警 民防協請的這些人員 來配合地方政府 不論是縣政府或者鄉鎮事工所 能夠完全依照災防法的建制 主動積極的推動防災救災的工作 在這次黃納比高達十七級風的衝擊 以及非常太過豐沛的雨量 造成南部跟東部地區相當大的淹水 還有風力襲擊造成的困擾 都能夠在這樣一個 兼具的考驗當中 確保了我們國人 就是在台東來講 所有台東縣民的平安 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高度肯定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績效的表現 但是畢竟 為了確保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一方面是在汛起 尤其是有重大的風災或者水災來的時候 保護安全先進行必要的書籤跟撤離 這是絕對有需要 這次也由於黃縣長的積極努力負責 加上軍方警方還有鄉鎮 大家全力的協助 所以能夠共同達成這個任務 那就眼前所見到的太馬里西造成的 包括南迴鐵路的橋梁路基的毀損 剛才交通部毛部長已經決心 最慢在兩個禮拜內 要讓他趕緊來恢復南迴鐵路正常的運作 那麼這中間可能需要用到公路上 車輛的接駁 會造成民眾跟乘客的不便 特別預想大家能夠多包涵 那麼從長遠來看 現在太馬里西的提防的法線 已經決定而且公告了 縣政府跟我們八和區會緊述的 依照分工來進行必要的決標 然後各項工程希望能夠積極的進行 確保我們太馬里西兩旁 包括嘉蘭村啊太和村等等各部落的安全 那麼這才是必須要做的事 那麼要更長遠來看 當河傳的這個寬度已經確定 我想鐵路局還有公路局可以進一步來衡量 這個鐵道所經過的是不是還是保有現在這樣的一個路提的方式 能不能改變成橋樑 來避免每一次遇到重大的這個水患 那就對於鐵路橋會造成了極大的衝擊 甚至對公路它的安全跟方便也有重大的危損 那麼如果能考慮用橋樑的方式 依照現在的施工跟品質技術的要求 可能會跨距比較大 這樣讓太馬里西入海的部分 就可以減少對於南迴鐵路跟公路交通的衝擊 我想這是我們也必須同時顧慮到的 那麼總而言之在這次這個高達十七級風的颱風 也是帶來龐大的這個水量 造成我們台東縣好多民眾的不便 我一方面代表總統代表政府 要對於台東縣的各項的表現跟防災救災的作為 除了感謝以外 要肯定大家的辛亡 特別是國軍 警察 還有各界的同仁 大家同心協力 讓中央跟地方 能夠在同心協力之下 共同來保障我們國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我覺得這次在颱風侵襲的時候 更顯得煥濫見真情 而且能夠經過這種考驗 我們希望天災不要來 但是一旦要來 我們也能夠做減災防災的工作 在救災當中也展現我們的效率 只是我今天特別到台東來 表達我對我們縣政府議會地方各界 還有國軍警察同仁 大家共同的努力 要謝謝他們 謝謝 NATOM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